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民主党担心拜登的戏剧性事件可能会浪费黄金经济 近期的通胀报告显示了一系列对拜登政府有利的经济数据 新旧车辆价格下降 租金缓和 整体价格首次下降 这些都为选前降息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 这些好消息却被拜登是否适合领导总统竞选的争议所淹没 党内和政府内外的民主党人无奈地看着这些数据被忽视 他们担心如果特朗普胜选 他将再次继承一个他们认为应该归功于民主党的增长经济 这场争论引发了对拜登健康和政治能力的广泛质疑 并可能削弱民主党的竞选策略 拜登的支持者强调他在经济上的成就 但保守派则认为他的政策引发了通胀 更换拜登是否会改善民主党的经济管理形象 目前仍不明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片政治风暴的阴影下 白宫周四发布的通胀报告成为一线曙光 然而这道光芒却未能穿透笼罩在拜登政府头上的迷雾 这份报告几乎代表了白宫多年来一直渴望见到的经济景象 新旧车辆价格下降 租金终于有所缓和 整体价格在四年来首次暗月下降 这一切都使得美联储在11月选举前降息的前景更加明朗 然而民主党内外的声音却充满了无奈与焦虑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好消息将被令一件大事所掩盖 关于拜登是否适合继续领导总统竞选的激烈争议 这一争议的火焰越烧越旺 让民主党人担心 这场戏剧性事件可能会浪费他们本应掌握住的黄金经济机会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令人失望 这引发了党内一波接一波要求他让位的呼声 白宫内部的高级官员也无法掩盖他们的沮丧 尤其是在看到国会中更多的民主党人呼吁总统让位 质疑他是否有能力升任这份工作 我们大楼内普遍感到沮丧 因为这些数据不会成为政治新闻周期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觉得强劲的通胀数据在目前的政治新闻中被淹没了 一位与白宫高级官员交谈过的人士透露 你可以轻易想象一个替代的政治宇宙 在那里这是竞选活动的头条新闻 这场政治风波让民主党无法有效利用一系列经济新闻 来提振拜登的选举前景 除了通胀缓和的消息 今年第二季度经济预计将增长2% 工资增长 周失业救济申请数再次下降至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些都表明经济在通胀下降的同时能够保持增长 劳工统计局的报告指出 价格已3%的年增长率上升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的最低之一 接近美联储的目标通胀基准 这份好于预期的报告增强了9月降息的希望 为经济中的数百万借款人带来了期待已久的缓解 民主党内的左派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迪恩 贝克指出 民主党为这次竞选制定了一个策略 那就是宣传拜登在经济上的成就 这些成就日益明显 我们没有听到这些 民主党担心这会削弱他们整个竞选策略 只要对拜登健康的担忧存在 经济新闻就不会成为焦点 无论它有多好 拜登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选民在今年11月投票时将关注总统的经济政策 当全国各地的美国人前往投票站时 他们将关注餐桌上的问题 如租金和食品价格 以及下一任总统的政策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拜登竞选发言人赛斯·舒斯特在声明中说 乔 拜登正在努力降低美国家庭的成本 并取得了成果 降低通胀 创造新工作 让富人支付他们应该支付的份额 然而 保守派对拜登经济成就的 这一声音依然不绝于耳 他们认为拜登的1.9万亿美元 2021年次机计划引发了额外的通胀 侵蚀了工人的收入 曾在特朗普政府财政部任职的斯蒂芬·米兰表示 自2020年底以来 未换工作的美国人的通胀调整后 工资仍下降了约3% 他还指出 随着疫情后房价飙升 新中卫数房屋的抵押贷款 支付成本大约翻了一番 根据经济数据的测量特性来教训 美国人应该如何感觉是相当居高临下的 米兰说 衡量福祉不仅仅是看一个月的通胀数据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有效公共管理中心主任伊莱恩 卡马克则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更换拜登是否会让民主党 有机会改善选民对其经济管理的看法 他们在获得其他好经济新闻的认可方面 也遇到了困难 所以这对白宫和民主党来说是一个持续的挫折 卡马克说 争议在于他的精神状态 而不是他对经济的处理 然而积极的经济数据可能会加剧民主党内心的挫败感 他们已经认为 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幸运地主持了经济增长 这是自由派归功于奥巴马总统政策的结果 现在 民主党人正在为特朗普可能再次继承一个 他们认为由他们在政府期间通过的政策而繁荣的经济做准备 在这结束之前 其他任何事情都很难突破 曾担任克林顿总统政策顾问的比尔·加尔斯顿说 天哪 当太阳出来时 星星是看不见的 而现在 拜登的情况就是那个太阳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最近一次的通胀报告 几乎展示了白宫多年来一直期望看到的数据 新旧车辆价格下降 租金终于有所缓和 整体价格按月下降 这是四年来的首次 这些数据提高了美联储在11月选举前降息的前景 然而 尽管这些经济数据对于白宫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民主党内部外部 却对能否利用这些数据提升政治前景 感到担忧 民主党人担心 这些积极的经济数据 会被拜登在辩论中的灾难性表现 和关于他是否适合继续领导的争议所淹没 更糟糕的是 这些争议不仅来自共和党 甚至民主党内部也有声音要求拜登让位 认为他可能已经不再适合继续担任总统 白宫在应对这一系列危机时 显得束手无策 更多的民主党议员开始公开质疑拜登的领导能力 事实上 最近的经济数据对民主党来说 本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 除了通胀放缓 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预期增长达到了2% 工资也在增长 失业救济申请数降至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些数据表明即使通胀在下降 经济依然在增长 劳工统计局报告称 价格以3%的年增长率上升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最低的年通胀率 接近美联储的目标通胀基准 这些数据增强了9月降息的可能性 为经济中的数百万借款人带来了期待已久的缓解 然而 尽管有这些好消息 民主党人却担心的这些数据 不会成为竞选活动的主要焦点 原因在于关于拜登健康状况和领导能力的争议 这些争议可能会削弱民主党 本想用来宣传拜登经济成就的策略 拜登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选民在今年11月投票时将关注总统的经济政策 他们将关心租金和食品价格等 餐桌上的问题 以及下一任总统的政策将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保守派对此持强烈反对意见 认为拜登并不应该为经济增长获得荣誉 他们指责拜登的1.9万亿美元 2021年刺激计划引发了额外的通胀 侵蚀了工人的收入 前特朗普政府财政部官员斯蒂芬·米兰指出 自2020年底以来 未患工作的美国人的通胀调整后 工资仍下降了约3% 并且疫情后 新房的抵押贷款支付成本大约翻了一番 另外有关更换拜登的讨论依然未能消退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有效公共管理中心主任 伊莱恩·卡马克认为 经济数据不太可能显著影响民主党 对谁应该参选的决定 他指出 民主党在获得其他好经济新闻的认可 是也遇到了困难 而争议更多集中在拜登的精神状态 而非经济处理能力 即便如此 积极的经济数据 可能会加剧对选举的挫败感 民主党人已经认为 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 幸运地主持了经济增长 这是他们归功于奥巴马政府政策的结果 现在 他们担心特朗普可能再次继承一个 他们认为由民主党政策促成的繁荣经济 总的来说 尽管经济数据向好 民主党内部的争议 和对拜登健康状况的担忧 可能会继续影响其政治前景 这些戏剧性的事件 让民主党难以充分利用经济上的好消息 增加了他们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不确定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不能否认 拜登政府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进展 看看数据 通胀率下降至3% 租金缓和 工资增长 失业救济申请数下降 这些成绩都是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结果 这些成就足以让我们看到拜登的领导能力和专业知识 难道我们要因为一些政治噪音而忽略这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吗 这就好比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因诸葛亮的计谋而大败 但不能否定他在其他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吧 楚天说 你说得再好 可现实是拜登的经济政策就像是要为失败遮羞的华丽外衣 你知道吗 根据前财政部官员斯蒂芬米兰的说法 未换工作的美国人工资还是下降了3% 而且因为房价暴涨 抵押贷款成本也翻了一番 拜登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犹如刘备借金周最后还不是弄得一团乱 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改善而不是数据上的虚假繁荣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嘿你知道吗 最近民主党内部似乎有点焦头烂额 虽然通胀数据终于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拜登总统的戏剧性事件却成了焦点 通胀下滑 新旧车辆价格下降 租金也终于放松了 这些本来都是白宫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好消息 但这些好消息却被拜登是否适合继续领导的争议给淹没了 民主党的朋友们真的是一脸无奈 明明有这么好的经济数据 怎么就成了背景音呢 更有趣的是 这些好消息本来应该让拜登的选情更有底气 但却因为他在辩论中的表现被一波 拜登是不是该让位的声音给盖过了 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越来越多地呼吁他让位 说真的大家越来越担心他是否真能胜任这份工作 就像一位白宫高官说的 我们有一个强劲的通胀数据 但这些数据在目前的政治新闻中被淹没了 好吧 这种情况下讲真 有没有拜登在前面主打 经济数据也不容易成为焦点 尽管报告显示 经济增长2% 工资上涨 失业救济申请数下降 这些数字都说明经济还是健康的 但大家好像关心更多的是拜登的健康状况 左倾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迪恩 贝克就打去说 只要对拜登健康的担忧存在 经济新闻就不会成为焦点 无论他有多好 然而 这还不是全部 拜登的竞选团队也在努力让选民关注他的经济政策 拜登竞选发言人赛斯 舒斯特说 当美国人去投票时 他们将关注租金 食品价格等日常问题 这话听起来很在理 但保守派可不认同 他们认为拜登的1.9万亿美元2021年刺激计划 引发了更多的通胀 侵蚀了工人的收入 曾在特朗普政府财政部任职的斯蒂芬 米兰也不客气地说 根据经济数据来教训美国人 应该如何感觉是相当居高临下的 虽然现在还不清楚更换 拜登是否能让民主党有机会改善选民对其经济管理的看法 但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伊莱恩·卡马克表示 经济数据不太可能显著影响该党对谁应该参选的决定 经济数据再好 也难以掩盖争议 争议在于他的精神状态 而不是他对经济的处理 最后 这些积极的经济数据反而加剧了民主党对选情的挫败感 民主党人觉得 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是减了便宜 主持了一个其实是奥巴马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长 现在 他们担心特朗普可能再次继承 他们在政府期间努力修复的经济 曾担任克林顿总统政策顾问的比尔·加尔斯顿说得好 天哪 当太阳出来时 星星是看不见的 而现在 拜登的情况就是那个太阳 总结一下 现在的情况就像一场政治肥皂剧 经济数据虽然亮眼 但拜登的戏剧性事件和健康问题 让民主党在选情上处于劣势 民主党要如何在这场闹剧中突围 还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